履丹技术流打法遇到暴力流打法是一种什么体验 要说履丹技术最好的选手那么毫无疑问是戴智英 而他就最暴力的当手搭上去的马林 两人交手数次在2017年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场上演了一场技术PK进攻的对决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局比赛双方非常激烈来到18比18我们来看看双方的关键球 马林这个球控的真好小代都没有防住 小代也立马做了一个非常极限的推后场借了一球 这个时候的马林控制技术确实是很好啊 不过小代同样也用控球完全打乱了马林的节奏 双方都有敌人虽然防不住谁 小代的控球还是比马林更游戏 这种高远球都能找到机会 马林的批杀时候小代反超拿到局点 但是马林立马又一排批杀追平了比分 关键球的失误啊 最后马林用自己暴力的批杀成功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两年又是打得不分上下 小代一个时候马林直接怒吼起来了 马林这前后场的调动做得真好啊 一般进攻性选手真的没有这样的控球 但是比控球来说小代还真的没有怕过谁 看看小代这种贴网的勾对角 就算你能防起来基本上也是要被批杀的 又是一个反手的勾对角 这次纯技术没有太多所谓的战术了 因为一般人根本做不出这样的动作 但是马林这个扣杀速度确实是很快 马林一连上的输 想够弃速去压这小代其实是有点难的 你看马林还是要有这样的劈杀 你看马林还是要有这样的劈杀 小代立马也来一几劈杀 20比17达到三个赛点 小代立马也来一几劈杀 20比17达到三个赛点 马林不愧是奥运冠军 落后之后这种心态依然很好 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 小代再来一个事物居然追平了 比方 关键是个小代来了一击暴力的批杀 连续两击批杀用马林的方式 赢下了马林把比赛拖入决胜局 决胜局的马林一度10比7领先3分 我们来看看小代是如何逆转的 这个往前放的太好了 马林披杀直线角度差了一点点出界了 马林这几个球杀得有点着急啊 小代是彻底把马林给调动开了 小代是彻底把马林给调动开了 小代这个刚刚突然转到变成了 最后了 哇,这个假动作也太恐怖了 这就是技术啊 在往前扑杀上 他居然还能做假动作 马尼又是一个披萨树 在小代这种技术的控球下 马尼的进攻也是完全实际的节奏 反正是小代来一个披萨 杀着马尼跪在地上 这一次的小代来了一个滑盘 马尼又吃谎了 小代再杀一排 现在是怎么打怎么得分 一个往前的傍王 马尼继续出界 小代拿到了7个赛点了 最后小代又是一个勾对角的分 这一球就是全程比赛的写照 小代靠着技术 打了一波9比1 赢下了暴力流打法的马尼 拿到了这一战的冠军 在现在的领端比赛中 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光靠进攻想赢更多的比赛 未来可能只会越来越难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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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